意大利威尼斯这座海上城市 船多 河多 桥也多 大大小小的桥加起来有400座 这些桥让许多人吃足了骨头 因为这些桥都是接地构成 尤其要开心里很不方便 威尼斯到处都是桥 威尼斯人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人更有资格说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 威尼斯大大小小的桥梁大约400座 连接侵118个小岛 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串联起千百年来威尼斯人的基地记忆 也营造出水都特有的地乎风情 大运河上的利亚托桥 数百年来贸易枢纽的地位 成为威尼斯商人重要的生命线 至今荣景依旧 桥上琳琅满目的商店街 而桥下就是全威尼斯最大的市场 85岁的Scarby老太太 每次买菜都要拉着推车 一碰上小阶梯 推车就难以控制 何况来回还要通过一座又一座阶梯构成的桥 威尼斯人习惯了与桥共生 种种不变也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但这些桥 却让行动不变的游客相当困扰 因此近年来 威尼斯政府开始在部分桥梁 增设无障碍设施 但操作程序又多又反复 来自英国的这对老夫妻 显得相当无助 就连威尼斯当地学生来帮忙 也研究老半天 终于 在这轮椅的机械缓缓移动 老先生总算顺利过桥 而不要说是行动不变的老先生 就连身强体壮的男性 要抬着行李过桥都相当困难 在威尼斯本岛唯一的公车站前 来自各地的旅客下车后 看到眼前 这座全长94公尺的玻璃桥 长长的阶梯 游客刚抵达威尼斯的兴奋心情 瞬间凉了半截 桥下 游客拿着地图确认再三 生怕上错了桥 这段冤枉路 不是一个类字可以形容 就连年轻男性提行李都快要吃不消 更何况女性或老人家 这种四轮以上的行李箱 就算体积这么大 在平地上推起来还算轻松 但是你遇上楼梯 种种的省力装置完全派不上用场 其实还有个诀窍 能减轻身体的负担 我们私立的时候 就是最好就是脚也蹲下去 然后手抬着 手跟脚分担 这样就可以好像是省力了 实际上对我们人而言 还是提十公斤的行李 还是划十公斤 只是腿帮我们负担五公斤 手帮我们负担五公斤 如此一来 不但方便施力 更能避免姿势不当 造成脊椎受伤 这个方法 其实和物理学上的 定滑轮原理相当类似 人在二楼 要抬三百公斤的冰箱 在二楼做一个固定的 转的这个滑轮 这不必很大 然后用一个很 那个结实的绳子 通过滑轮 接在一边 接在冰箱 另外一边 它吃三百公斤的力 就比较容易吃 因为它不必往上抬 它可以往下拉 定滑轮原理 因为施力币和抗力币等长 所以无法省力 但透过改变施力方向 就能更轻松的 抬起重物 下次有机会来到威尼斯 不妨利用这样的生活智慧 就不怕笨重的行李 坏了游行 也能更惬意地 感受水都的脉动